你是誰?你為什麼打擾我? 你是誰?你是誰? 我是中國人! 喔你是嗎? 你別錯那個!你別錯那個! 你錯! 你是中國的土地還我對我 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前天晚上在中國珠海市 發生了非常嚴重的GTA張憲中事件 截止我做這條影片的時候 中共統計是35人的S43人受傷 而最搞笑的就是 中共官方一開始是有報導的啊 後來又壓掉了勒搜 為了昨天開幕的航空站 但是啊 昨天下午大概傍晚的時候 話風一轉習近平突然發話 要嚴查珠海的體育館這個張憲中事件 而且非常重視這個事情 說這個事情啊 性質極其惡劣 要各地的政府部門記取教訓 還有反思反省 做到即時防控 即時化解矛盾 避免類似的事情發生 然後 才又有熱度 央視的大新聞節目才又有這個 大概一分鐘兩分鐘的專屬報導 例如像是流到推特上 200多萬觀看的體文中有指出啊 他自己的媽媽 確實在珠海體育館那邊 被張憲中了 然後聯繫自己爸爸聯繫不到 因為爸爸出門跑步的時候 沒有帶手機 只有媽媽帶 然後呢 爸爸在幫媽媽做CPR 但這件事情啊 他本人到了隔天 去上班的時候 很多同事不知道這些事情 然後一直到習近平發話指令之後 才全中國人才知道這件事情 否則啊 只有當下第一時間 看到熱搜的那些人啊 會知道這件事情 這我覺得非常荒謬啊 而且這個事情啊 外國各大媒體 也是紛紛在第一時間就報導了 台灣的媒體我就不說了嘛 像是BBC啊 日本媒體 全都爆了 甚至他們的記者 還被小粉紅 跟中共的警察給驅趕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BBC記者是怎麼被小粉紅 嚇阻的畫面吼 非常的暖心 跟大家來看一下 人們在中國正在驅趕 在這場地上 正在驅趕 在這場地上 現在的困難 現在的困難已經閉嘴了 但平常 你們有什麼人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不要打擾我們 來這邊 所以 我們只是被打擾我們 你是誰 你為什麼打擾我們 不是 你沒有打擾我們 你是誰 我是中國人 哦 你是嗎 所以 你當然是被打擾我們 所以我們就走過來 這邊 我不知道 他們被打擾我們 你怎麼打擾我們 那報警吧 去報警吧 去報警 不去報警 Taking it out on complete strangers 會有話了 and then we have this type of thing of the government trying to stop it from happening 你別 你別 不要拍了 那我們 你走 你走 那我們要跟 你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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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給警察打電話 你給警察把電話了 那行 你也把電話了 那行 我可以 我可以 好好 你 你是誰 我是中國公民 你沒有權利打擾我們 我是中國公民 你給中國拍 你要你拍不動 你沒有權利 你有拍不動嗎 不要打擾我們 你別打擾我們 你別 你別錯 你別錯那個 我們要是警察 你別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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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在中國的土地上 我就 呃 我覺得非常的荒謬 他有沒有採訪證 也輪不到你這個沒有公民權利的人 來問他有沒有採訪證 你沒有任何的執法 權利 是吧 但更暖心的是什麼 小粉紅最後那一句 他在中國的土地上就有權利 殊不知你是沒有權利啦 你自以為是國家的股東 但你不是 當你被中共破壞的時候 還是 還不是要靠外媒幫你曝光維權 當你可能銀行的錢被盜領 當你這個 河南村鎮銀行 當你這個疫情封控 當你這個爛尾樓的時候 當你房子被搶在的時候 還不是要外國媒體幫你 請外媒幫幫忙 對吧 然後當外媒幫你曝光的時候 你又反手一個 我有叫你報道嗎 你就是 這個漢奸賣國賊啦 你就是這個境外私底在抹黑我們中國 你到底想怎樣 這才是最搞笑的事情 而且在這種粉紅的觀念裡面是怎麼樣的 家醜不可外揚 我知道發生不好的事情 但你不要給我報道 你不要把這個遮羞布給我撕掉 你自我自就好了 你報道出去 人家會以為我們中國很亂 這就是給我們中國人丟臉 給中國人丟臉就是給我丟臉 但不好意思 你這種行為已經給你的祖國丟臉 丟在國際上了 而且不僅僅只有小粉紅的民間行為 連日本記者也是被中共警方驅離 不准拍攝報道 但是最反轉的來啦 退一萬步來說 你說今天你不信任外國人 會給你斷章取緯報道 OK 沒問題的 但是連中國人在昨天晚上自主去送花 都被沒收 跟以前一樣的操作 在這個習近平還沒有發話之前 講這件事情 還會被刪帖 還會被小粉紅嗆 嗆說什麼呢 你不為了咱們國家 明天的航太展 航空展 來慶賀 你關注這什麼 破事呢 你是不是收境外市議的錢 有差嗎 是不是外國人 是不是中國人 有差嗎 沒有差 你只要戳到中共的點 你做什麼事都是一樣的嘛 所以你說中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 有沒有全力買花悼念同胞 而當地也暫停了 廣場舞的機會 因為前幾天那場 珠海體育館附近 有非常多的愛國團體呀 是吧 是在體育館那邊被張獻中的 確實不少 那日本駐中國大使館 就發布通知 給日本在地公民 呼籲大家不要再公開場合 大聲的說日語 也避免跟其他日本人集會 引人側目 讓小粉紅心聲不滿 外出的時候 多加注意安全 你看 中國多安全 連日本政府 都配合民進黨在抹黑中國 而現在在網路上 又傳出了神秘的35人 有網友跑去百度那邊問那個百度的AI啊 到底為什麼是神奇的35人數字呢 那百度AI表示如果超過36人的話 很多地方的官員啦 可能這個市委書記 縣委書記之類的會下台負責 所以要把控制S的人數在36以下 也就是35人最多啦 但是如果你太誇張超過這個就要看這個事件的規模 那也可以喬立各種名目去轉移 像是社會面轉移一樣 是吧 而中共通報是指出這個犯案的老翁啊 一次是婚姻問題 然後多次的判決不得已 但實質情況到底是如何很難說 因為畢竟中共這個通告改了兩次 能確定的是男子心中 肯定是認為中共的司法不公 法院不公 所以自己去報復社會 因為在中國本來就沒有司法獨立這件事情嘛 而且網友拿出這個珠海體育館周邊的地圖 一看發現什麼呢 法院就在體育館的對面而已 非常近 可是走路十幾二十步就到了 所以網友猜測男子大概率是想衝撞法院的 但不知為什麼 可能急眼的紅眼的就當起張憲宗有沒有 封掉了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 中國的惡性報復事件啊 已經不是用什麼刀槍棍棒 而是用汽車 今年就好了 今年已經幾次大型車子 然後這樣亂七八糟 太多了太多了 這都不用我再說了 是吧 難道習近平以後的政策是把所有車都限速 還是說怎麼樣 鎖車之類的嗎 呼籲說要嚴查嚴防是沒有用的 我先說世界上不可能存在零犯罪 但是我們可以在控制的範圍內去降低 什麼叫做可控制的範圍 你要如何讓中共鼓勵這種惡性事件降低 派更多的城管武警監視器嗎 還是裝更多的石墩呢 這其實只能短暫的防止而已是吧 那真心要幹還是可以幹的出來 你應該幹的是放權 跟西方交好 放棄對台灣的野心 與美國與日本 唯有真心的唯有 讓中國民主化 自然那些逃走了投資商會回來 股市會更大的起來 廠商也會覺得 現在是民主國家了 比起以前中共更有契約精神了 是吧 但中共做不到 因為他做到這些中共會倒台 那我們話說回來 我們台灣 金融時報則出 台灣政府有意向美國政府購買 4828億台幣的軍購預算 並且已經與川普團隊聯繫上了 初步的溝通 打算購買60架F35 第五代戰機還有4架E2D 先進的鷹眼預警機 還有10艘美國退役的軍艦 跟400枚愛國者飛彈 而川普今天又宣布 讓瓦爾茲出任白宮國安顧問 那瓦爾茲這個人 他是對外國軍售的老虎成員之一 也是包含以前對台灣加速 軍購案之一的人員 那拜登政府在過去4年 沒有辦法有效解決 台軍購案延宕的問題 而川普這次啊 點名了福斯新聞的主持人 赫格賽斯擔任國防部長 赫格賽斯他曾經在 中東跟中亞地區當過兵 更得到了兩枚同心勳章 還有一枚戰鬥步兵勳章 他更是退伍軍人組織的前負責人啊 那據說這次換他上台 也是為了要整治美軍的一些蕩顏 腐敗一些行政效率 還有這個關關相戶的一些問題 希望他這次上任可以有效的加速 解決這個台灣軍購案延宕的問題 那我相信這個台灣擴大一步進一步的 對美國政府提出軍售案的這個東西啊 應該是試探川普政府 到底該怎麼幹你想要怎麼幹 而且也有可能是為了要免除或是降低 川普即將對台灣徵收10%的關稅 當然這不是只有對台灣徵收啊 全世界非中共國的國家都會徵收個10% 唯獨中共國收60% 所以跟我當初說的 川普這個10%是為了要跟各國談條件交易而定的 看起來目前是推測沒錯啊 並且我們台灣又列出這些軍購 表示我們是有抗共的決心的 雖然我們台灣有藍白在這個弄財化法 在打預算嘛 是吧 在分走預算嘛 而這個軍購案裡面最 最令人驚豔的就是F-35 是台灣目前不可能有的第五代戰鬥機 因為美國賣給我們的是要防禦的 如果第五代戰鬥機之類的更先進來的話 就代表我們有進攻他的能力了 如果川普這次願意打破標準 賣給台灣第五代戰機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挺台指標 當然我們這裡先不考慮有沒有集戰力 跟後續培養人員還有維修廠的問題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建制表態信號 當然一切還是要等川普正式上台之後才會知曉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角,下次再見啦,掰